接著我們在出發的碼頭 要將進行的是小型龍舟女子的 預賽第二場 也是總場次來到的第七場 在水道介紹 第二水道法巴女龍隊 第三水道是DW龍舟隊 小女組 三άν四水道 三安四行 三安四行 九日の第七場 三安四行 三安五行 三安四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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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——Y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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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過去的話呢 應該是以法商 法國巴黎保險集團女龍隊 那目前也是由法巴女龍隊喔 率先的領先 將近一艘船的之多 加油 那接下來呢 就是介紹DWD龍舟隊這個小女隊喔 我們都以為DWD 哇 是一個超洋派的一個名字喔 後來呢 訪問了之後才發現啦 事實上喔 真的非常的親切有趣 DWD呢 源由一群中年的大叔 他們要完成他們的減肥計畫 所以呢 從2007年開始他們就騎車環島啦 真的就是這樣 然後事實上呢DWD就是台語的 你不會丟啦 追不到 你不會丟的意思 那就是這樣子喔 慢慢的喔 由一個本來是休閒的性質的團體 然後慢慢成軍 現在你查一下他的網路喔 跟他的粉絲團喔 也是相當相當的多啊 但是我不曉得裡面有一位叫黃柏青喔 傻傻的總幹事跟團長啊 不曉得有沒有來喔 喔 我們也很想認識他喔 DWD 立貝丘 那目前呢 仍然是由法巴理龍隊 我們呢 也是經驗相當豐富的 法巴理龍隊喔 戰時的領先 通常過了300公尺之後喔 大家就是要靠自己的體力耐力 來維持 那我們可以看得到喔 鼓手的鏡頭前 我們鼓手的一個頭上都有帶著攝像頭 就是我們的攝影機 全程的攝影他們的一個比賽的過程 我們 這一組的領先是第二水道參考成績2分47秒39 在這邊大會成績報告 小型的男子龍舟呢 那在我們的成績已經全部出來了 那進入我們決賽的隊伍 請安國際體育 中華民國紅十字台灣省峰會 新店童新救難隊的V隊 錦愛北 法巴龍舟